讲我是格勒 告诉安一个好消息 格勒的快餐店开始营业了 里面的东西物美价廉 村民吃了都说好 然而在光线亮丽的背后 这些食物的制作方式 就擦无人道 现在我们拿到了一头牛 并且把它挂在这个肉沟上 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现实里一头活牛 是怎么一步步跑到我们的餐桌上的 首先拿出去皮刀给牛去皮 这些皮革可以拿来做皮鲜啊皮什么的 在发生饥荒 哀嚎遍野 没有粮食吃的时候 你就可以选择吃掉它们了 刚刚只是开玩笑啊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牛皮给剥下来了 下一步请注意 接下来的画面较为刺激 请各位小朋友关好门窗 注意不要被自己的家长看到哦 为什么M4里掏内脏都不戴手套的呀 好恶心啊 微心提示虽然掏出内脏的过程确实有点恶心 但是我们平时吃的所有肉都是经过这种处理的 所以呢大家还是感觉不适就跳过 千万不要举报我哈 求求了 解决完去皮和桃内脏两个最麻烦的步骤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愉快的分肉肉环节啦 先去掉四只 然后拿出最开始的大砍刀 我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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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切切 你能相信吗 在原版里杀了之后只能掉一块肉的牛牛 现在居然变出了这么多东西啊 但是这些东西自己吃可以 肯定不能直接摆上餐桌 我们还需要加工一下 一般的肉质品加工 涉及到腌制啊 蒸扣包装啊 多属关头啊什么的 但是我们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为什么不是直接把这些肉全都变成另一种食物呢 哟 这么一种食物 既好吃又不贵还耐饿 而且不管是多差的肉都能做 没错 它就是快餐店的灵魂汉堡 接下来我就要用汁衣箱的肉全部变成汉堡 先拿出我的饺子鸡 诶 等一下 为什么是手动的 我放个红柿块它能变成电动的吗 好 再必顾呢 我们需要在饺子鸡上放一个专门出碎肉的口 然后开始 咬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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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累死我了 感觉再咬下去我就要炼出麒麟臂了 现在我已经获得了那么多的碎肉 只需要将它们捏成肉排的样子就可以了 再放到烤架上 下铺上木炭 点火 愉快的烧烤时间到 我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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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可以把这些碎肉灌进之前拿到的牛肠 做成原汁原味的牛肉香肠 把香肠烤熟之后夹进面包 就会变成好吃的热狗啦 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吃哪种呢 我比较喜欢吃 不行热量太高了 我还是去吃沙拉吧 这模组几乎还原了所有跟牛有关的美食 甚至可以试试把牛肉串起来做烤串 荤素搭配 营养均衡 装上的是好吃 隔着屏幕都能问到香味 建议跟小伙伴们出去玩耍的时候使用哦 好了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小小玩点关注可乐机又可乐呀